本期话题 结扎对男人有什么伤害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从生理性来说呢 我们不认为就是 男扎会对男性造成 什么样的生理性损害 当然就是在刚开始结扎的时候 因为可能有些男性不习惯 就是包括来说我们生理上 也要个调整阶段 可能我们有时候就是 复稿精子稍微有点淤积 男性会感觉阴囊 复稿有点醉胀不适的情况 实际上一般的经过 两到三个月以后 都会完全适应的 从我们国家来说 因为我们传统观念 我们经常我们男性 把这个结扎和阉割 联系到一块 所以我们造成最大的损害 来自于我们对他的恐惧和焦虑造成 你不敢说 我还不敢说 我现在一本来说